接下来我们看的是这个 トブ 关于飞或者是跳有关的 你是女泰语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哦 第1个 ピョンピョン ピョンピョン ピョンピョン就是 某一个动物吗 还是生物 可能是青蛙还是兔子 在地上 ピョンピョン ピョン的跳的感觉 可以吗 ピョンピョン 如果你看漫画的时候啊 也看到ピョンピョン 这样子的女生女泰语 对吗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 ヒラヒラ ヒラヒラ 嘿 ヒラヒラ跟 之前有学过的 ヒラリ 有一点类似的 ヒラヒラ也是这些 比较轻的 重量比较轻的东西 在飞的感觉 那听到这个 重量轻的东西 在飞 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马上想到的是 这个蝴蝶 蝴蝶也是 ヒラヒラヒラ ヒラ 看起来很轻的东西 生物在飞的感觉 ヒラヒラヒラ 可以吗 嘿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火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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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也是一样 很轻的东西 像这个气球一样 很轻的东西 浮起来 的那种感觉 火力 还有想到什么呢 除了气球以外呢 还有什么 火力 的飞呢 对 可能你看到 云 对 这个天空上的这个云 也是很轻的感觉 那你也可以说 ふわりと飛んでいる 云在ふわり的样子来飞 也可以这样形容 它并不是飞的 但是可能在天空中的东西 也可以用飛这个有关的动词来形容它 ふわり ふわり是飞起来 就是这样子浮上来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是一直在 一直在这个天空中的话 那你要怎么说呢 ふわり的部分改成 ふわふわ ふわふわ 也是可以摇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云 都一直都在天空中嘛 那你可以说 ふわふわとんでいる 在飞 ふわふわとんでいる 这样也可以哦 好那我们看看例句好吗 例句 好 首先要搞定的是主词 うさぎ うさぎ怎么了 ぴょんぴょん とんでいた 就是跳 跳着 那日文的这个 とぶ 原本就是とぶ 对吗 詞书型就是とぶ 它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飞 一个是跳 都是用とぶ 可以用这个动词来形容 那とんで用定型 いった 就是飞去 或者是跳去 跳过去的意思 所以你在这里 兔子在你的面前 然后他跳着跳着 一直离你远一点 过去的那种感觉 とんでいた 可以吗 好 以上就是 はい 关于とぶ 飞 或者是跳 有关的 你是你太语